總統蔡英文來到新港法案共參選 大力推薦中華館長為民國 拜託鄉親又給他四年的時間 做好力量建設 今年在台上全不到六十天的時間 中華館長的選情越來越白熱化 總統蔡英文來到新港法案共參拜 大力推薦中華館長為民國 好友鄉親又再給他四年的時間 做好力量建設 而且說中華是臺灣領館專行 關鍵當中的關鍵 有做好力量建設 讓我們的風電和光電和 我們在第三個學校 我要告訴大家 所以做中華 我們的政見台中 我們的改革台中 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能源轉型 能源轉型的成敗 沒有在我們的做法 所以我這次也是要來我們的轉化 來中華是為了我們的會議 為了會議可是為了我們的能源轉型 我們一定要做成功 小英總統在新港 雄龍會理事長談修教 環境最不感受 翁萬法定人的埋董事家 到環境參拜 關心三年前 聖廟店比大會消費到後的中間進度 受到東北鄉親 來來歡迎 出發好 那總統對於彰化 最主要就是他要來推動這個綠能 那再生的能源 那我們他也知道 我們中部的工具比較嚴重 但是我們彰化身的工具 都是由境外遺族的 北邊的台東火力化電廠 南邊的六親 如果說我們把這個離洋工具 把它盡快建設好了以後 我們新的能源 在空間發電的時候 我們可以取代火力化電的電源 蔡總統肯定為民國管長 在彼林建設的表現 因為他是輕作、加作、對特作的管長 先用中華風頂和立教堂優勢 這支教授因此創作彼林三亞 搭載綠林新貴 利用彼林修理 推動更多社會好理 創作幸好中華 大專新聞 雅宏吳新港 蔡宏寶德